虽然说夫妻之间的感情会有变化 但是人们还是愿意相信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爱情 可是即便夫妻两人情比时间 怎奈最终也要面对分离 那就是一方往生 两人说好携手到老的路 如今只剩下一个人孤零零地走 很多老人都会感到无所适从 甚至颓废不堪 极大的影响身心健康 这种境况会增加儿女们的担忧 也是往生一方所不愿意发生的 人走如灯灭 悲伤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为了自己 为了爱自己的人 还是做好以下五件事最为重要 一、接受事实 悲伤但不能把自己弄得悲凉 夫妻两人从相识相知相恋 到共同生活半生 彼此都成了对方的一部分 对方存在时可能感受不深 一旦对方往生了 留下的人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一方面要试着自己面对余生的风风雨雨 一方面堵悟私人内心时刻充满着悲伤 很多人面对这样的境况 很容易悲伤过度 从此萎靡不振 时间久了 自己的身体也被折磨坏了 可是仔细想想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不但给儿女们添了麻烦 也给别人添了谈资 最多也就是留下一个痴情的名号 想想还是必大于力 所以还不如调整心态 面对现实 一个人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二、找到一项兴趣爱好 多转移注意力 夫妻双方生活了那么久 身边都是对方的气息 一个人静下来时最容易堵悟私人 这时候最好找到一项兴趣爱好 可以是学画画书法 也可以是打拳、旅游等 这些活动不但可以强身健体 陶冶情操 更重要的是置身于新的环境 和朋友一起交流会让时间过得很快 这样也就会暂时地忘掉悲伤 慢慢地你就会发现 原来兴趣爱好可以带给自己这么充实美好的感受 这几排遣了孤独寂寞 也让自己又找到了新的价值 三、锻炼好身体 尽量不麻烦儿女 有人说夫妻两人最先往生的一方是幸福的 因为有对方在身边时刻陪伴照顾着自己 老伴才是自己最终能够靠住的人 此时将要往生的一方内心还是相对坦然踏实的 可是留下的那一方就没有那么坦然了 特别是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时 心理上就会有负担 怕给儿女们添麻烦 所以为了自己晚年的幸福 更是为了自己晚年活得更有尊严 那就要懂得锻炼好身体 身体好不但是革命的本钱 更是活得心安的资本 四、保持清醒的头脑 看好自己的钱袋子 剩下一个人生活时 最好还是一个人居住 因为不但生活习惯和儿女们不同 而且总在一起生活 再亲的关系也会有摩擦 与其到时候闹得不愉快 还不如保持适当的距离 彼此都能保留对方最好的印象 同时还要谨记一件事 那就是看紧自己的钱袋子 这钱袋子要防止提钱给儿女 因为钱一旦出手 等需要时再和儿女张嘴 似乎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儿女们索取的时候很高兴 但是等付出的时候 就会开始讲条件 钱不管有多少 不要靠近那些声称 有高额回报的理财基金等 因为现在很多不法分子打着关心老人的旗号 笼络老人的心 最后把老人骗得一无所有 五 不拒绝新感情 但是也别随意再婚 夫妻间因为爱情走到一起 可是对方离开久了 所谓的爱情也会慢慢地降温了 如果能够遇到一段真挚的新感情 也可以试着接受 开启一段幸福的人生 可是在爱情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选择再婚要慎重又慎重 因为再婚本身就牵扯很多麻烦事 何况又是老年再婚 两人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情投意合 儿女们是不是同意 对方有没有其他的企图 这些都要考虑 千万不能因为孤单 找到一点点温暖就失去判断的能力 把自己后半生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 才能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能成为夫妻那更是莫大的缘分 能够白头到老最好 可是多数还是要面对生命的分离 这就是佛教中所说的八苦之一 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 这也是生命的规律 一旦有一天要面对这个结局 做到坦然接受 照顾好自己 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任 也是对爱自己的人的一种尊重 人活着虽然会觉得苦 但我们一直在寻求快乐和幸福 一个人年轻时的苦也许算不得苦 到老了一些苦才真正难熬 一个人年轻时再得意 不论地位有多高 事业多成功 到了晚年一身病痛 孤苦伶仃 晚景凄凉 也不算圆满 一个人老了 身体还健康 活一天还能享受生活 不用麻烦别人 就是人生最幸运的事 人到晚年 还拥有以下四个福报 就是有福的人 看看你有几个 一 晚年拥有健康的身体 是最大的福报 一个人到了晚年 比的是身体的健康程度 和活着的质量 和你同龄的人 有的躺在病床上 有的坐在轮椅中 你还能自由自在地行走 身心健康 就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个人身体失去健康 活着痛苦大于快乐 活着就没有多少意义 当你生病了 就要麻烦儿女 麻烦家人 就病床前无孝子 一个看别人脸色活着的人 哪里会快乐 一个不健康的身体 活得年龄越大 就是生命的一种灾难 一个人越长寿 到了晚年 经历的苦难越多 健康的身体 才是活着的根本 到了晚年 还能耳不聋 眼不花 吃得香 睡得甜 不用麻烦儿女 就是第一等的人 最幸运的是 二 晚年不孤苦伶仃 是最大的福报少年 夫妻老来伴 人生最幸运的事 是有人陪你慢慢变老 携手一生 当你老了 还有人不嫌弃你的老 还能拿你当作掌心的宝 还能扶着你 掺着你 陪你度过生命的最后十日 就足够庆幸 当你老了 那个与你共度一生的人 还能陪你说说话 陪你溜溜弯 还能照应你的一衣意识 病了时 陪伴你照顾你 那是福报和幸运 三 儿女孝敬你 是最好的福报 一辈子为儿为女 有多少人到了晚年 却孤苦无一 人生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到了晚年 被自己的儿女讨厌嫌弃 有事了 生病了 指望不上 有的甚至遭到儿女的欺负 如果你的儿女还孝顺你 想着你 此生所有的苦和泪都值了 也足够欣慰和庆幸 人老了 就会缺乏安全感 儿女变成生命的依靠 你会盼着儿女 看望你照应你 有事了 你会首先想到儿女 如果儿女对你不管不顾 有病了不管你 甚至只想从你这里 得到所有的利益 却对你的生活不管不顾 是最令人心寒的事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耳聋眼花 甚至瘫痪痴呆 还能有孝敬你的儿女 照应你的生活 关心你的冷暖 安慰你的心情 就是人生最好的福报 对于儿女 总是倾尽所有 付出一切 若得到儿女的回报 一生无憾 四万年富有 是人生的福气 人生所有的问题 有时候都是钱的问题 到老了 手里有足够的钱 生活才有底气 有钱了 儿女不孝顺的 也会孝顺 手里有钱 有时生病了 就不用发愁 到了晚年 手里还有一笔养老钱 会过得不欺慌 所以当你还年轻的时候 一定为自己攒一笔养老钱 以被晚年生活的不时之需 当你到了晚年 又老又病又穷 就知道多么凄凉难耐 到了晚年 还富有 日子就会过得舒心有底气 生命的轮回 谁也无法逃脱 我们活着 追求的是生命的质量和幸福 一个人到了晚年 身体还健康 还有人陪伴 不孤苦伶仃 有孝顺的儿女 能够靠得上 还有自己的钱 能够生活无忧 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和幸运 而福报不是烧香拜佛求来的 更不是算命看风水算来的 福报是修来的 一个人最大的贫穷不是没钱 而是没福报 命里有福 人人献煞 命里无福 穷苦一生 常有人抱怨上天不宫廷 没有出生在条件更好的家庭 抱怨父母没本事 抱怨自己身边的环境不好等 其实这一切的根源不在天 不在命 而是自己曾经造下的 夜耳感召的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修行 在修行中生活 要不断地去发现福报 积累福报 不但现在享受福报 将来也会有福报享受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具备大智慧 如果没有那么多福报 也要善用自己的一切 多给自己积累福报 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比较难 不过 只要你行动起来 福报离你就不远了